白话 金刚经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星云大事宜 法会阴游分第一 这部经是我阿南亲自听到佛陀这样说的 那时候佛陀住在社卫国的奇数及孤独园中 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众随时左右 有一天 已到了吃饭的时候了 佛陀穿上袈裟 拿着饭驳 带领着弟子们走进社卫城去启食 不分贫富 不分贵贱 挨家挨户地脱拨 启食后 回到几孤独园中 吃过饭后 佛陀将衣 拨收拾好 洗净了双足 托好座位便盘腿静坐 善献其请分第二 这时 长老须腹底 在大众中站起来 偏袒着右肩 以右膝跪地 双手合纳 虔诚恭敬地向佛陀问道 世间稀有的佛陀 佛陀善于爱护 顾念诸菩萨 善于教导 父主诸菩萨 佛陀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已发起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如何才能安住 如何才能降福旺心 佛陀加许说 很好 很好 虚菩提 正如你所说 佛陀善于爱护顾念诸菩萨 善于教导 父主诸菩萨 你们现在细心静听 我为你们解说 如何安住菩提心 如何降福妄想心 善男子 善女人 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应该如下所说 如此去安住菩提心 不令妄失 如此去降福妄想心 令他不再生气 是的 佛陀 我们大家都乐意听闻 大成正宗分第三 佛陀告诉须菩提 诸位菩萨摩赫萨 应当如此降福妄心 对所有一切众生 不同生命形态的卵生 世生 化生 有色身 无色身 有心思想念的 无心思想念的 不是有想 不是无想的众生等 都要使他们进入乌云涅槃的境界 了断一切苦报 烦恼 度过生死苦海 到达不生不死之地 如此灭度无量 无数无边的众生 其实并不见有一个众生为我所度 这是什么缘故 虚菩提 若菩萨望之有我 人 众生 受者四项对待别分 以为有个我能化度众生 又见有所谓的众生为我所度 这样就不能成为菩萨了 妙行无助分底次 再者 菩萨了知一切诸法其性本空 为因缘俱灭会合 所以与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 都应无所执着 以此无助法中 修行不适 利益众生 也就是六根清净 不助色生 相畏处法等六尘 而去行不适 这是什么缘故 若菩萨修行无相不适 没有不适的我 受不适的人 所不适的物 当然不适后更不存求报的念头 这种三轮体空 无相而失的福的是不可思量 虚附体 你认为东方的虚空可以思量得到吗 不可思量的 佛陀 虚附体 那么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的虚空 可以思量得到吗 不可思量的 佛陀 虚附体 菩萨因体悟三轮体空 不执着是相而行不适 其所得的福德 也和十方虚空一样 是不可思量 虚附体 菩萨只要依着我的教法修行 自然能力忘心不起 真正安住于清静的菩提本心 如理实见分第五 虚附体 你认为可以从身相见到佛陀吗 不可以的 佛陀 不可以从身相见到佛陀 为什么 因为佛陀所说的身相 指的是色身 色身是地水火风四大甲合 是因缘生灭 虚妄不实的 并非真实永存之身 佛陀的真实法身 等如虚空 无所不在 但是法身无相 凡也是无法亲见 只有明了五蕴甲合的幻象 才能亲到佛陀不生不灭的法身 佛陀告诉虚附体说 不仅佛身如此 凡是世间所有诸相 都是生灭千流的相 虚妄不实的 若能了达世间虚妄的本质 就能见到佛陀的法身了 正信西有分第六 虚普须又问道 佛陀 后世的许多众生 听闻您 今日所说的 微妙言说 张俊 能不能因此而生 实信之心 佛陀回答 虚普体说 不要这样怀疑 在我灭度后的第五个五百年 若有持守戒律 广修福德的人 能从这些言说仗具 体悟无助的实相 般若妙意 而生出难得的真实信心 应当知道这些人 不止曾经于一佛 二佛 三 四 五佛所种植诸善根 其实他们已于多生结来 奉识诸佛 种植善根 现实闻说 大成无助的波折真理 乃至只是一念之间 生起清静信心的人 虚普体 如来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见的 这些善根众生 是会得到无限福德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 是因为这些善根众生 不再望之有我 人 众生 受者 四相的对待分别 不会执着有为的生灭法相 也不会执着无为的空气法相 也没有不是诸法的直相 如此则心无所住 而修无相之行 顾获功德广大 这是什么缘故呢 如果众生一念心 于相上有所取着 则会落于我 人 众生 受者 四相的对待分别中 同样的 若众生执着种种法相 急于我 人等 四相有所取着 若有执着无法相 则同样的也会落于我 人等四相的对待分别中 以为取法则止于有 以为有时有的生灭法相可离 取非法则逆于空 以为又有空气的非法相可证的 不能与空力相气 所以法相与非法相都不该直取 因此 如来常说 你们诸位比丘应当知晓 我所说的佛法 就如同那度人到岸的周极 到达彼岸之后 即应弃周登岸 不可背负不舍 所以 为悟道时 须依法修饰 悟道后 就不该执着于法 至于那偏执于非法的妄心 更是应当舍去 无的无说分底气 虚菩提 你认为 如来已正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吗 如来有所说法吗 虚菩提回答说 就我所了解佛陀说法的意义 是没有一定的法 可以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也没有固定的法 为如来所说 什么缘故呢 也为如来所说的法 都是为了众生修行 即开悟众生 而假设的方便之法 不可以直取 般若的实相 是无法以语言诠释的 执着是有的菩提可得 也不可执着 没有菩提正觉 落于有何空 都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没有一定的法名为菩提 一切贤胜 也都是依寂灭的无违法而修 因证悟的深浅不同 才产生有三贤十圣等阶位的差别 依法出生分底霸 虚菩提 辟若有人用盛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去不是结缘 你认为这人所获得的福的果报 多不多呢 虚菩提回答的 很多 佛陀 为什么 也为七宝不失 所获得的是世间有相的福的 所以 佛陀说福得多 如果从性上说 没有所谓福得的名称 哪里有多和少可说呢 佛陀不过是随甚世俗 说七宝的不是 所获的福的是很多 如果又有一人 能够信受奉持此不经 即使短至寿持其中四聚集的 又能够为他人解说 那么 他所得的福的果报 更要胜过不是七宝的人 什么缘故呢 虚菩提 也为十方一切诸佛 都从此经出生 此般若法为诸佛之母 又一切无上正等正觉法 亦从此经出生 此经又为诸佛之母 因此 如果没有此经 也就没有十方一切诸佛 以及成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法 虚菩提 所谓的佛法 不过一俗地而立的假名 并非就是真实的佛法 也为众生有凡胜迷雾的分别执着 佛陀为了开悟众生 不得不方便言说 若以法性 毕竟空而言 求诸佛的名字称 尚不可得 还有什么叫做成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呢 一向无相分地久 虚菩提 你认为虚陀还会生起这样的心念 我已证得虚陀还过 虚菩提回答 不会的 佛陀 为什么呢 虚陀还的意思是入圣流 而事实上是无所入的 不知着色 生 香 胃 出 法等六尘境相 也为心中没有取舍的妄念 不随六尘流转 所以 才叫做虚陀还 虚菩提 你认为 司陀寒会有那样的念头吗 我已证得司陀寒过 不会的 佛陀 什么缘故呢 司陀寒的意思 是一往来 已证出过 要再一往天在上 再一来人间 断除欲界私祸 而事实上 他对于五欲六尘 亦不起贪爱了 应是体顺 无为真如之力 在这无为真如之力上 那有往来之相呢 也为他已无往来之相 所以才叫做司陀寒 虚陀体 你认为 阿那寒能有这样的心念吗 我已得阿那寒过 不会的 佛陀 为什么 阿那寒的意思是不来 二国司陀寒 断除了欲界私祸以后 就永久居住于色界的 四禅天 享受天上的福乐 不再来人间 所以才名为不来 所以心中已没有 来不来的分别 因此 才称为阿那寒 若他尚有正果之念 便是着了不来之相 就不可以称为 阿那寒 虚附体 阿罗汉能起一种念头 我已证得阿罗汉过 不会的 佛陀 怎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法 叫做阿罗汉 所谓的阿罗汉 是彻误我 法二共 不再随望静动念 只是既然辱辱 才为此立以假名 佛陀 如果阿罗汉起了 我得阿罗汉的念头 那么 就是有了我 人 众生 受者等法相对待分别 就不可以称为阿罗汉 佛陀 您说 我已证得无证三昧 是人中第一 一位罗汉中第一 离遇的阿罗汉 但我并没有执着 我是离遇罗汉的念头 佛陀 如果我有的阿罗汉道的念头 佛陀就不会称我为阿罗汉 那么 佛陀也不会赞叹 我是欢喜修阿兰那行 也为虚不提并不存有修行的心象 妄念不胜 所以才称为是欢喜修阿兰那行的 庄严净土分地时 佛陀在问虚不提 你认为如何 佛陀以前在燃灯佛时 有没有得到什么成佛的妙法 没有的 佛陀 也为诸法实相 本来清净俱足 没有什么可说 也没有什么可得的成佛妙法 如果有所得的心 就无法和真如是相像契合 佛陀汉手微笑 也为虚不提已领悟了真空无相法的真谛 于是 佛陀接着问道 虚不提 你认为如何 菩萨有没有庄严佛陀呢 没有的 佛陀 为什么呢 菩萨庄严佛陀 只是全摄方便 度化众生 若存有庄严清净佛陀的心念 便是这项执法 就不是清净心 这项的庄严佛陀 便落入世间的有漏符的 极非真正庄严佛陀 庄严二字 只是为了度化众生 全立一个名相而已 所以 虚陀体 诸位大菩萨 都应该像这样 生起清净心 不应该对眼时所见的种种色相 生起迷恋 执着 也不应该执迷于生香味触法等沉静 应该心无所住 令清净自信显露 虚陀体 譬如有一个人 他的身体像虚弥山王那样高大 你认为如何 他这个身体大不大 虚陀体回答的 很大的 佛陀 为什么呢 佛陀所说的不是无相的法身 是指有形色 大小的色身 因此称着身体为大 如果以法身而言 是不可丈量 当然不是世间大小分别所能涵盖的 无为福圣分 第十一 虚陀体 像横河中所有杀术 每一粒杀又乘一横河 这么多的横河杀术 你认为算不算多呢 虚陀体回答 太多了 佛陀 如果以一粒杀表是一个横河 横河尚且无法记住 何况是横河里的杀术呢 虚陀体 我现在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拿了七宝鸡满横河杀术那样 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来不识 他们所获得的福德多不多呢 虚陀体回答 非常多 佛陀 佛陀进一步告诉虚陀体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对这部金刚经 能够信授奉持 甚至只是授持四句记等 能够将精意向他人解说 使别人也对这部经 升起无限信仰之心 那么这个法师的福德 胜过七宝不失的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其次 虚陀体 不论什么人 什么出所 只要是解说这部金刚经 甚至只是经中的四句集而已 这个说经的地方 一切时间 所有的天 人 阿修罗等 都应该前来护持 恭敬供养 就如同供养佛的塔庙一样 更何况 有人能尽他自己的所能 对这部经义 信授奉行 独送授 虚陀体 你们应当知道 这样的人 已成就了最上第一稀有的妙法 这部经典所在的地方 就是佛的住处 应当恭敬恭养 并且应尊重佛陀的一切弟子 也唯有佛陀的地方 必定有圣贤弟子大众随时左右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这时候 虚陀体请示佛陀说的 佛陀 这部经应当如何称呼呢 我们应当如何信受奉持 佛陀告诉虚陀体 这部经的名字 就叫做 金刚般若波罗蜜 真如法性如金刚之 坚固猛力 不为物所摧毁 以此名称 你应当奉旨 为什么呢 虚陀体 佛陀所说的 般若波罗蜜 为令众生迷途之反 离苦得乐 因此历次假明 随应众生机缘说法 其实并非有般若可以取证 只因为法本无说 心意无明 虚陀体 你认为如何 如来有所说法吗 虚陀体回答道 佛陀 如来无所说法 虚陀体 你以为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微臣 算不算多呢 虚陀体回答说 非常多 佛陀 虚陀体 这些微臣 毕竟也只是因缘聚合的假象 所以 如来说 这些微臣 不是具有真实体的微臣 只是假明叫做微臣而已 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 也是原成则具 原尽则灭 空无自性 不是真实不变的 只是假明为世界而已 虚陀体 你认为如何 可不可以从三十二相上 见到如来呢 不可以的 佛陀 不可以从三十二相上 见如来的真实面目 为什么呢 如来所说的三十二相 应身为度化众生 而出现的因缘假象 所以 不是如来真实的法身理体 只是假明为三十二相而已 虚陀体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用横河杀树的生命来补识 又有人只从这部经典信受奉持 甚至只是经中的四句集而已 并且为他人解说 使其明了自性 他所得的福德 远胜过用生命补识的人 离象祭灭分第十四 这时候 虚菩提听闻了这部经的妙意 深深的了悟 金刚经的一理指句 感激涕灵的 向佛陀鼎礼赞叹 并请示佛陀说的 世上稀有的佛陀 佛陀所说的甚深微妙的经典 是我正的阿罗汉国 获得慧言以来 还未曾听闻到的 佛陀 如果有人听闻了这经法 而能信心清静 那么他便有了物实相的智慧 应当知道 这人已经成就了第一稀有的功德 佛陀 实相即是非一切相 所以如来说 已非一切相之本相 不知求 不住着 即名为实相 佛陀 我今日能够亲吻佛陀 讲这部经典 能够性节受持 这并不是难事 若是到了末法时代 最后五百年 如果有众生 在那时听闻这微妙经义 而能够信心清静 信受奉持 这个人便是世上第一稀有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人以顿悟真空之力 没有我 人 众生 受者等四项的分别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四项本非真实 如果能离这些虚妄分别的幻想 那么 就没有我 人 众生 受者等四项的执着了 为什么呢 远离一切虚妄之相 便于佛无义 而可以称之为佛了 佛陀见须菩提 以身解义去 便为他应可道 很好 很好 如果有人听闻这部经 而对于般若空里 能够不经意 不恐怖 不生畏惧 应当知道 这人是非常甚为 稀有难得的 为什么呢 虚妇提 也为他了悟了 如来所说的第一波罗蜜 即不是第一波罗蜜 因六波罗蜜性皆平的 无高低次第 并没有所谓的第一波罗蜜 无波罗蜜 皆以波罗为道 若无般若 就如人无眼 所以 第一波罗蜜 只是方便的假名而已 虚妇提 忍辱波罗蜜 如来说 非是有人辱波罗蜜 也为波罗本性 是济然不动的 哪有人辱不忍辱的分别 所以 忍辱波罗蜜 也只是度化众生的假名而已 为什么呢 虚妇提 我过去受格力王 解解肢解身体 我当时 因得二空波罗制 没有我法二制 所以 没有我 人 众生 受者等四项的执着 为什么呢 当时我的身体 被解解肢解时 如果有我 人 众生 受者等四项的执着 便会生起 忍恨心 虚妇提 我回想起 我在修行 忍辱波罗蜜的 五百事中 在那时 内心也无我 人 众生 受者 四项等的执着 所以 能慈悲忍辱 不生 嗔恨 所以 虚妇提 菩萨应该 设立一切妄想 法无上正等正觉的 菩提心 不应该 助于色尘上 生心 也不应该 助于生 香 胃 触 法等诸 尘上 生心 应当 无所执着 而生 清静心 如果心有所助 便会随静而迷 就无法无助 而生起心了 所以 佛陀说 菩萨不应该有任何是向上的执着 而行不失 虚附体 菩萨发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便应该如此不住 像不失 如来说 一切像 无非是邪迹谬见 业果虚妄之假象 所以一切像 极非真相 不过是 因缘俱合的 幻现而成 非有非空 又说 一切众生 是地 水 火 风 四大因缘 聚合而成 生灭变化 不应着有 不应着空 应无所执着 所以 一切众生 即不是众生 虚附体 如来所说的法 是不忘的 不虚的 如所正而语的 不说七皇的话 虚附体 如来所正悟的法 既非实又非虚无 虚附体 如果菩萨心里 执着有一个 可不实的法 而行不实 那就像一个人 掉入黑暗中一样 一无所见 如果菩萨心 能不住法 而行不实 就像人有眼睛 在日光下 冻结一切万物 虚附体 未来之时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从这部经 信寿奉行 讽纵受持 极为如来以佛的智慧 西知西闻 西见这人 成就无量 无边无尽的功德 持经功德 分地事物 虚附体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在早晨时 已等于横河沙等身不适 中午时 又以横河沙等身不适 夜晚时 也以横河沙等身命不适 如此一天三次不适 经过了百千万亿劫 都没有间断过 这个人所得的福德 是难以计量 但是 如果一个人 他只是听闻 此经之经义 诚信不已 物得般若真理 法西一教修持 那么他所得的福德 胜过以身命不失的人 又何况将此经书写 受持 读诵 为他人解说的人 他不但明了自己的本性 更使他人见性 所得福德 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虚附体 总而言之 这不经所据的功德之大 不是心所能思 口所能意 秤所能称 持所能量的 他宠过须米 甚于沧海 不但功德大 而且一理深 是如来 独畏发大成 屠萨道心 以及发罪上佛成的众生而说的 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 金刚般若经 并且广为他人说法 如来会完全知道此人 并眼见此人 皆能够成就不可称良 无有边际 不可思议的功德 唯有这等具备般若智慧 而又能读诵解说精益的行者 才能承担如来 无上正等正觉的家业 为什么呢 虚附体 一般乐于小法的二生人 执着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对于此部大成无相无助的妙意 是无法相信接受的 更不愿读诵 更不用说为他人解说了 虚附体 伯者智慧在人人贵 在处处尊 所以不论何处 只要有这部经的地方 一切是肩天 人 阿修罗等都应当恭敬恭雅 应当知道 此经所在之处 即是塔庙 一切众生 都要恭敬的鼎礼为让 以芳香的花朵 三七四周 虔诚的恭养 乃经夜障分第十六 再说 虚附体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一心羞耻读读诵此经 若不得人天的恭敬 反而受人击骂 或是轻贱 那是因为 此人先是所造的罪业很重 本应堕入三恶道中去受苦 但是他能在受人轻贱之中 依然不断地忍辱羞耻 了之由过去祸因而造下恶业 今信受此经 由于信心清静 便知祸业一空 就可使素叶间接消灭 将来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虚附体 我回想起过去无数劫浅 再燃灯佛处 只欲八百四千万亿呢 由他诸佛 都一一侵诚供养 一个也没有空过 假使有人 在末法之中 能诚心地受持读诵此经 所得的功德 和我所供养诸佛的功德相较 我是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不及一 甚至是算术 辟语所无法相比的 虚附体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于末法之中 手持读诵此经 所得的功德之多 我如果一一句实说出 或者有人听我说这些功德 其心会纷乱如狂 狐疑而不相信 虚附体 为什么有人听了 会这样心智狂乱呢 那是因为 这不经的义理甚深 不可思议 所以持受他所得的果报 也就不可思议 究竟无我分地时期 这时候 虚附体向佛陀请示的 佛陀 善男子 善女人 已经发心求 无上正等正觉 应该如何保持 那颗菩提心 如何降伏 那妄想动念的心 佛陀了解 虚附体再次 其请的深意 微笑汗手之后 以无上词核的声音 说道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已经发心求 无上正等正觉 应当如是发心 我应该发起 无上清净心 使众生灭出 一切烦恼 到达涅槃的境界 如此灭度 一切众生 但不认为 有一个众生 是因我而灭度的 为什么呢 虚附体 如果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等分别 那么 他就不是菩萨 为什么呢 虚附体 实际上 并没有一种 法名为发心求 无上正等正觉的 虚附体 你认为如何 当年佛陀 在燃灯佛那里 有没有得到一种法 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的 虚附体回答道 没有的 佛陀 依我听闻 佛陀所讲的意义 我知道 佛陀在燃灯佛那里 只是了悟诸法空相 所以 没有得到一种法 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的 佛陀听完 虚附体 肯定的答复后 喜悦地说道 很好 虚附体 实际上 我并没有得到 一种法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的 虚附体 如果我有得到 一种法 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 燃灯佛 就不会为我授记说 你在来世 一定做佛 明释迦牟尼 正因为没有所谓的 无上正等正觉之法 可得 所以然登佛 才为我授记 你在来世 一定做佛 明教释迦牟尼 为什么呢 所谓如来 就是一切 诸法体性空气 绝对的平等 超越所有差别的执着 佛陀 佛陀已正入此理 因此才名为如来 如果有人说 我得了 无上正等正觉 虚附体 实际上并没有一种法 叫做 佛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只是为了令众生 明了修行的去向 方便设有 无上正等正觉的假名 虚附体 我所得无上正等正觉 是虚实不易 不能只为实有所得 也不能只为空无 也为一切诸法万象 无意不是从此空迹性体 所显现的 所以 如来说 一切诸法都是佛法 虚附体 所说一切法 只是 就随顺是地式相而言 就空迹性体的立场 一切万事万物 都不是真实的 以此显发的实相 而立种种假名 虚附体 譬如人身长大 虚附体回答道 佛陀 您说过 这高大健壮的人身 毕竟是个 无常虚假的形象 原具则成 原尽则灭 所以不是大身 只是假名大身而已 法身无相 又哪里有大小形状呢 虚附体 菩萨也应当明白 这些道理 如果做事说 我当灭度无量的众生 他就不是菩萨 为什么呢 虚附体 实际上没有一个法名为菩萨 如果有当度众生的想法是 就有人我的妄知 能度所度的对待 所以我说一切诸法 都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受者等四法的分别 虚附体 如果菩萨做事说 我当庄严佛土 就不能名为菩萨 也为落入凡夫的我界法治 为什么呢 佛陀说的 庄严佛土 并不是有意真实的佛土可庄严 只是为了引渡众生 修复机会 敌出内心的情念妄知 而假名庄严佛土 虚附体 如果菩萨通达 无我的真理 那么 如来说 他是真正的菩萨 一体同观 分地十八 产发了究竟无我的毅力之后 才能见万法如意 见众生心如我心 虚附体 你认为 如来有肉眼吗 虚附体答 有的 佛陀 如来有肉眼 佛陀又问 如来有天眼吗 是的 佛陀 如来也有天眼 虚附体 如来有慧眼吗 是的 如来具有慧眼 如来有没有法眼 是的 如来具有法眼 虚附体 如来具有 变照一切世界的佛眼吗 是的 佛陀 如来有佛眼 虚附体 你认为 恒河中的所有杀力 如来说是不是杀 是的 如来说是杀 虚附体 如果一杀一世界 那么像一条 恒河杀那么多的恒河 这河中每一粒杀 都代表一个佛世界的话 如此 佛世界算不算多 很多的 佛陀 佛陀又问 虚附体 如你刚才所说 佛眼可设一切眼 一杀可设一切杀 在诸佛世界中的一切众生 所有种种不同的心 佛也是完全知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的心源与佛如意 譬如水流起脉 源头是意 心性同源 众生心即是佛心 所以 如来能惜知众生心性 但是 众生网还六荡 随也逐流 一世了本心 反被六尘的妄想心所蒙蔽 生出种种虚妄心念 这种种心 皆不是真实不变的心性 只是一时假明为心而已 这过去之心 现在之心 未来之心 无非借由六尘元影而生 念念相续 事过则灭 这种种无常虚妄之心 是不可得的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虚附体 如果有人拿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不是的话 你想 这个人已是因缘 他得到的福报多不多呢 是的 佛陀 这个人已是因缘 得福很多 虚附体 如果福德有实在的体性 那么 我也就不会说的福德多了 正因为已不可得心为因 用七宝作元 已如是因 如是缘 所以我才说的福德多 离色离相分第二是 虚附体 你认为 佛可以从巨足色身见到吗 不可以的 佛陀 不应该从圆满庄严的色身之处去见如来 为什么呢 也为如来说过 圆满宝身 只是因缘假合的幻象 圆尽则灭 不是真实不变的实体 只是假名为色身而已 虚附体 可以从巨足诸相中见到如来吗 不可以的 佛陀 不应从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之处去见如来 为什么呢 也为如来所说的诸相巨足 是性的圆满而视线的幻象 是为了度化众生才显现的 并非真实的相貌 不过是一时的假名罢了 非说所说 分第二十一 虚附体 你不要认为 我有这样的意念 我当有所说法 你不可有如此生心动念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人说如来 有所说法的念头 那是毁谤佛陀 也为他不能了解我所说之故 虚附体 一切言说 是开启众生本具的真如自性 为了驱除众生妄念 随机化度 随缘而说 何来有法 这种种言声的说法 也只是一时的方便言语 暂且挤他一个 说法的假名 这时候 身具智慧的虚附体 了解佛陀的身意 但又怕漠视众生听闻 无法可说 无说法者 这番言语 胡意不信 于是 便请问佛陀的 佛陀 将来的众生 听了您今日 无说而说 等妙意之后 能生起信心吗 佛陀当下便釜底抽心 破除弟子们 对佛与众生们的分别见 说 虚附体 他们既不是众生 也不能说不是众生 为什么呢 就法性空气而言 他们也是佛 是尚未了悟真理的佛 佛也是众生 是以悟道的众生 但是 又不能不称之为众生 因为他们虽已经听闻佛法 生起信心 但还未能悟道 所以 于是相上说 称他们为众生 虚附体 从真如本性上来说 众生即佛 原来没有什么众生不众生的 众生 也只是一时的假名而已 无法可得分 第二十二 虚附体心有所悟 向佛陀说 佛陀 您得无上正等正觉 是真无所得 佛陀应可说 是的 虚附体 不仅是无上正等正觉 乃至先豪之法 我都无所得 得者 也未有师也 我本无所师 何来有得 无上正等正觉之名 指的是觉悟 自性 而非有所得 竟心形善分第二十三 其次 虚附体 人不分贤于圣凡 其真如菩提 绝对平等的 没有高下的分别 所以才名为 无上正等正觉 只要众生不执着于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的妄想 分别去修持一切善法 那么极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虚附体 所谓的善法 也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象 怎能只为实有 修一切善法 不可之相 善法之名 不过是 随顺世俗事相而言 伏至无比分 第二十四 虚附体 如果以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须弥山王做比较 有人用七宝 挤满所有的须弥山王 用来不失 这个人所得的福的 当然是很多的 但是 如果有人只是受持独颂这部 金刚般若波罗秘境 并且又能为他人解说 哪怕只有四具计 他所得的福的 用七宝不失的福的较量 前者的不失福的 是百不及一 百千万亿分不及一 甚至是算术辟语所不能相比的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 佛陀恐怕还有众生 以为他有众生可度 所以特地再一次提出询问 虚附体 你不要说 我还有众生可度的念头 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呢 也为众生当体极空 并无实在之下 如果我还生心动念 有众生可度 那么连我自己也落入我 人 众生 受者四项的执着之中 虚附体 如来所说的 我 事实上是假象的我 是为了度化众生 全巧方便设立的 但是凡夫却以为有个真实的我 这都是凡夫直相成谜 虚附体 其实 以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 一切凡夫都具有如来之会 凡夫与佛 本来平等的 所以 凡夫并非凡夫 只是因为 他一时审论不绝 随主望远 未能了悟生死 暂时假名为凡夫 法身非相分 第26 虚附体 你认为如何 可以从三十二项关入来吗 虚附体自然知道 佛陀这一问的深意 便从众生立场所见作答 是的 佛陀 可以从三十二项关入来 佛陀便接着虚附体的回答 一语到处 法身非相 他真理说 虚附体 若能以三十二项关入来 那么 转轮圣王 也具足三十二项 他也是如来了 虚附体心有领悟 立即回答 佛陀 如我解悟佛陀所说之意 是不可以从三十二项关入来的 这时候 佛陀已记说道 若有人想以色见我 以声音求我 此人心有助相 就是行邪的 无断无灭分 第二十集 佛陀一路破之至此 又怕众生落入断灭空间的陷阱之中 所以抽丝剥剑 好比一手推着 一手挡着 无非要众生当下自物 虚附体 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如来不以具足相的缘故 才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 你绝不可以认为 如来因不以具足相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虚附体 你如果生起这样的想法 发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心 就会说诸法断灭 认为不需要有什么善法的修行 为什么呢 因为发无上正等正觉心的人 与法不说断灭相 不着法相 也不着断灭相 不受不贪分 第二十八 虚附体 菩萨若用满横河沙等世界的七宝来不识 所得功德 当然无法计量 如果明白一切法无 皆由因缘所生 无有真实永恒的体性 由此了之无生无灭 不为外境所动 即与空性相应 内无贪念 外无所得 亲政无生法人 那么 这位菩萨所得的功德 要比七宝不识的菩萨更多的 为什么呢 虚菩提 也为诸菩萨 是不受福德相的限制 虚菩提不解地问道 什么是诸菩萨 不受福德的限制呢 虚菩提 菩萨所作福德 不应贪求生起执着 也为菩萨行利重生事 使发菩提心 而不是贪求福德 使利他而非利己 菩萨修一切善法 行六度万行 不着相不适 心中并没有计较福德的妄念 所以才说 菩萨不受福德相的限制 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 虚菩提 如果有人说 如来也是有来 去 坐 我等下 这个人就是不了解 我所说如来的深意了 为什么呢 所谓如来者 实在是无所来处 也无所去处 所以才称为如来 因为如来就是法身 法身无形无相 便满虚空 无所不在 既然不动 哪里还有来去之名呢 众生所见的 羽莫动静之相 不过是如来的 硬化之身 硬化身为 随众生之机缘改应 有阴有限 但是法身则恒常寂静 从未有来 去 坐 我的相状 义合理相分第三十 虚附体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把三千大千世界 都碎成微尘 你认为这些微尘 多不多呢 太多了 佛陀 为什么呢 如果这些微尘重 是时有恒常的体性 佛陀就不会说它多了 佛陀所说的微尘重 时是原生的假象 并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 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佛陀 如来说过 三千大千世界 并非极是真实恒常的世界 也仅是一个假名而已 为什么呢 如果世界是时有的 那就是一和相 如来说的一和相 也非时有 原生则剧 分和离散 仍然不是时有不变的一和相 也只是原散即武 一个假名罢了 虚附体 所谓一和相 没有定相可言 本是个众缘和和而有的 非空非有 如何可以言说 但是凡夫之人 执着取向 贪恋执着 有个真实的一和相 知见不生分 第三十一 虚附体 如果有人说 佛陀宣说的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是真实的 虚附体 你认为这个人了解我所说的深意吗 佛陀 这个人不曾了解您所说的深意 为什么呢 佛陀说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都是虚妄不实的 只是随缘而设立的假名 众生迷于事项未有 若能物之体性 空济则无 不可于此四见 妄之时有 虚附体 法无上正等正觉之心的人 对于一切世间法 初世间法 都应该如实去知 如实去见 如实去信解 心中不生一切法相 而忘记执着 虚附体 你应当知道 所谓的法相 并非有真实不变的法相 只是缘起的幻象 佛陀暂时应激说法的假名而已 硬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虚附体 如果有人 以充满无量阿僧奇世界的七宝 以此为不适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法无上菩提心 手持这部金刚经 哪怕只有四句计而已 他能信受独诵 且为他人解说 那么 他的福德 自然要过胜过行七宝不失的人 要如何为他人演说呢 当不执着于一切相 随缘说法 而如如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世间的有为诛法 就像梦境的非真 幻化的无实 水泡的一面 影子的难存 又如早晨 欲日而失的露注 天空将雨时的闪电 瞬间击灭 应做如是的观照啊 此时 佛陀说 金刚经 已经圆满了 长老虚附体 即同时在法会听经的比丘 比丘你 幽婆塞 幽婆乙 一切世间的天 人 阿修罗等 听闻了佛陀说法之后 深深的了悟 无不法系充满 以心信受风行 给我们总得 感谢观看